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颠覆生命的一位主 我们的耶稣是一位颠覆生命的主 刚才我们听到Daisy说她的生命被颠覆了 刚才我们听到Daisy分享她的见证 她的生命被颠覆了 在座当中有几位是信了耶稣的 你的生命因为信耶稣被颠覆的 请你举手好不好 在座当中有没有信耶稣 哇 很多啊 不如给一些掌声 给了手的弟兄姐妹好吗 感谢主啊 我自己的生命都是被耶稣颠覆 我自己的生命也是被耶稣颠覆 我信耶稣在差不多四十年前 在新加坡的 我是在差不多四十年前 在新加坡信耶稣 因为那时候在那边做事 导演中学 那时候念完了中学在那边工作 那时候也是的 好像Daisy那样的 她分享所说的 都是喜欢赌的 那时候也是像她的分享一样 喜欢赌 那边当时还没有赌场 那边还没有赌场 不过有马场 但是有马场 那时候我每个星期 刚刚去 就是1984年 刚刚去的时候 我就和我那帮同事 常常入马场 那时候 1984年吧 我就跟那帮同事 常常入马场 那入场当然要买的 是赌的 是赌的 不是真的只是进去的 入场你当然就会参与 就去赌吧 那新加坡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很多福建人的 新加坡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是好多的福建人 入到马场 那些人都是讲福建话多的 进去那个马场 大部分人都是讲福建话 那在那里跑的时候 他们就叫自己买那个 马的号码 那些马在跑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在呼喊 那个马的号码 我又学他们讲福建话 那我又学他们说福建话 我那场买了11号 我就那场买了11号 我就说12号 那我就说11号 11号的意思 那时候就是我了 那就是当时的我 但是上帝颠覆了我的生命 但是上帝颠覆了我的生命 信了耶稣之后 86年信耶稣 刚才我说84年 86年有同时带我回教会 我信了耶稣 86年的时候 有同事带我回教会 然后我信了耶稣 从此对赌博毫无兴趣 从此以后 我就对赌博就没有兴趣 真是很奇妙的耶稣 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 真的 偶尔和妈妈打麻将也有的 当然有时候跟我的老妈去打麻将也是会的 我赢了给她 那我赢了我就给她 输了又是她 那输了也是当然给她 赢了输了都是我妈的 那这样就不是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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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跟爸爸妈妈玩 那就是娱乐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不同的盼望 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不同的盼望 发达是其中一种盼望 发达就是其中一种盼望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想说上车的盼望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上车的盼望 大家认不得这两间豪宅 大家认得这两间豪宅吗 左手边这里是哪里的 左手边这个在哪 有没有人说到 有人知道吗 在哪里 军林天下的隔离海船门 这个是凯旋门 当年2005年是最贵的豪宅 在2005年是最贵的豪宅 当年的豪宅只是一平方尺 一万五千块已经是超级贵的了 差不多是二十年前 当时一平方尺一万五千块 已经是超级贵的了 但是这里特色湖 那时候竟然卖三万一千尺 令全城蛙烟 但那时候 凯旋门是卖三万一千块一尺 全城都轰动 啊 你想不想上这些车啊 大家想上这些车吗 这是楼吗 就是 想上都未必有资格上啦 想上也不一定有资格 ok 这个更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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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近卖的十万一尺 这是最近卖的十万块一尺 是香港南区的寿神湾 香港南区的寿神湾道 成交价是八亿六千万 成交价是八一六千万 哎呀 这些是不是你的盼望啊 那些是你的盼望吗 那些是你的盼望吗 看也不敢 想也不敢想吧 有些人 不要说上车 上楼 是他们最大的盼望 都上不到啊 有一些人不要说上车 上楼吧 香港最多人上到这些楼 就是叫做劏房 最多人可以住的就是这些劏房 是不是 当然未必是最多啦 但是你知不知道 现在有多少人住在劏房啊 大家知道最多是多少人在住这些劏房啊 知不知道有多少人住在劏房啊 一万的举手 一万的举手 香港呢 一万的新加坡人 十万的举手 或者 一万到十万的呢 一万到十万的举手 一万到十万 答案是 现在有二十多万人住在劏房当中 香港现在是有二十多万人住在这些劏房 劏房的定义大家都知道 劏房的定义大家都知道 第一城那些不算劏房的啦 二百八十四尺不算劏房的啦 我那时候住过的 第一城那些二百八十四尺的那些不算劏房 那些是豪宅来的 那些可能算豪宅啦 那些可能算豪宅啦 那些很大间的啦 那些已经算是好大了 相比这些是 只有一百平方尺 有些是不够的 有一些只是一百平方尺 可能也不够 国内就叫了 十平 国内叫十平 一家四口住十平 你看 一家四口人住那么十平 连上楼都没有 都没有机会啊 上楼的盼望都没有啊 连这个上楼上公共房屋的盼望 好啦 但是呢 今天想介绍的一个 上海船门 上寿神山道的那些豪宅更加好的楼 那我今天想介绍的是 给上那些 凯旋门啊 寿神山道的楼啊 更好的盼望 你说不是啊 有些那么笨的东西啊 当真有这么好的吗 那当然啦 可能你都猜到了啦 不过我们继续讲下去啦 当然啦 可能大家也猜到 我们继续说 啊 香港啊 就是呢 现在呢 香港呢 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呢 很多人呢 都有不同的盼望啦 但是呢 今天呢 我们这个主人翁呢 在圣经里面呢 告诉我听 他是充满盼望的一个人 啊 香港人有不同的盼望 但是我们今天 这个主人翁呢 他有 这么一个盼望 我们一起去读这篇经文好吗 一 二三 哪是 彼得 掌路啊 倘若今天 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 我们他是怎么得了传遇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站在你们面前的 这人得传遇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象人所弃的石头 以成了防割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让我们一起有个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将亿时间 恭敬仰望 交托在你手上 求你 圣灵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 亦都让我们 听得明白 亦都说得明白 主要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命祈求 阿们 好了 我想 刚才我忘了问一个问题 或者我们 整班人都没有问一个问题 在座当中 有哪位 是未信耶稣的 请你举手 好吗 在座当中有 一位 要收钱 有没有做会员 要收钱 不是要收钱 不用怕 好 我们会看到 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谁说的呢 这段经文是哪里说的呢 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 是耶稣的门徒彼得 我们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是不是 我们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这个可以这么说 大门徒 就是大帝子 这个是谁呢 是大帝子 好像黄飞鸿 黄飞鸿最大的徒弟是谁 就好像黄飞鸿 梁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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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飞鸿最神是什么 最洒家是什么 王飞鸿最厉害的是什么 知不知道 不是没看过 粤语残片看很多的 关大兄师傅 那个关德星师傅 最厉害的是什么 不是黄飞鸿 关师傅 不是王飞鸿 不是讲关师傅 不要骂乱 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最厉害的是什么 佛山无影鸿 是吗 佛山无影鸿 还有呢 虎鹤相应拳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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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还有啊 是吗 五郎八卦军 五郎八卦军 是吗 喂 你们不认识啊 王你们跟我差不多年纪 真是 你们都不懂了 我你经常看的 好追的 王飞鸿的戏 当年常常都看的 那有啊 李廉杰那些都看过了 李廉杰都有看过吧 李廉杰都有看过吧 你们欺骗我的 OK 彼得就是 好像王飞鸿的大徒弟 梁欢那样 彼得像谁呢 就是好像 那个王飞鸿的大帝子梁欢一样 梁欢 是不是尽得王飞鸿真传 尽得他的师父的真传 一样了 彼得这个门徒也是 那就是一样的 彼得这个门徒也是 这里说了 是不是 彼得被圣灵充满 彼得被圣灵充满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了 哪个呢 是令到那些人 残疾的人 能够传遇 即是痊癒 是什么 神叫他从死里復活的 拿撒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字 那些残职的人士 可以得痊愈 就是因为那个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哇 连个名字都不得了 耶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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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不得了 啊 当然啦 实际的不是个名字 就是耶稣本身 自己 耶稣的名字 是他实质耶稣的能力 耶稣的大弟子 你看到 哇 多坚定啊 不是我 耶稣 耶稣的大弟子 他多么的坚定 他说 不是我 是主 是耶稣 是耶稣 令到那些有病的人 好了 耶稣让那些有病的人 都痊愈 但是你看到 耶稣的大弟子 彼得 他这么坚定 其实 他两个月之前 不是这样的 但你看到 他现在这个光景 这么坚定 但两个月之前 他并不是这样的 是啊 他两个月之前 是怎样的啊 两个月之前 他是怎样的啊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有一个侍女前来说 李苏来也是同那 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 却不承认说 我不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 寄出去 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侍女看见他 就对那女的人说 这个人 也是同那 撒撒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并且起誓说 我不认识那个人 你看到啊 两个月前的 这个大弟子 他不认耶稣啊 是同他认识的 两个月前的 这么一个大弟子 连他的耶稣 他也不承认 跟了耶稣三年了 这个梁宽 这个彼得 这个彼得 跟了耶稣已经三年了 耶稣被人捉了 是吧 接着他 逐一点说 他这么没女 这么没义气 耶稣被人抓去了 他就没有那个义气 就不认主 为什么他这么没义气啊 为什么他没有义气呢 怕 就怕 怕他都好像耶稣那样 被人捉咯 就是怕他 像耶稣一样被抓 怕好像耶稣那样被人打咯 像耶稣一样被人打咯 像耶稣一样被人打咯 怕好像耶稣那样被人骂咯 像耶稣一样被人骂咯 像耶稣一样被人骂咯 去到大难门头了 就怎么样 各自非啊 好没义气的了 大难拧头就各自非 但是 为什么两个月之后 他会 否认变了这么坚定 但为什么两个月以后 又否认 从否认又变坚定了呢 180度转变呢 180度的转变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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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坚定去到什么位 他的坚定到什么位呢 他判两人道一样 就是公开宣讲耶稣復活 判若两人公开酸讲耶稣復活 不怕被人抓了 他现在又不怕被人抓了 不怕被人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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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样就是 哇 他竟然有能力赶鬼医病 在圣经的士路行传里面 这样记 第二呢 他居然可以赶鬼医病 就是耶稣的能力 他都 承传到耶稣的能力 神迹其事 曾传耶稣的能力 神迹其事就在他身上 还有第三样判若两人的就是 神迹其事 在他的生命里面出现 就是天使在監房里面 将铁链松开 第三呢 神迹其事 天使在監房里 把这个铁链松开 是啊 他本来被人抓了 和他的私底 他本来是跟一帮的师兄弟 给人家拉去 在監房里面监禁 但是 天使离救了他 拉去监炉 但是那些天使呢 就把他们拯救了 跟着 几十年之后 在公元 66年左右 他被钉十字架 都不怕 公元66年的时候 几十年以后 他被钉十字架 他也不怕 死都不怕 生命得到颠覆了 连死他也不怕 彼得是怎样死的 是不是好像耶稣那样钉十字架 彼得是这样死的呢 是不是像耶稣一样钉十字架 不是的 是怎样钉十字架 不是的 没错了 有些弟兄姐妹说 他是被盗钉在十字架上面 他是被盗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我不配 好像耶稣那样死 麻烦你 帮我盗钉在十字架 因为他跟那些罗马的兵丁说 我不配跟 像耶稣一样 这样钉在十字架上 你就把我盗钉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判若两人 是不是判若两人 有什么令到 这个大弟子 180度转变 是什么让这个大弟子 180度的转变 就是因为 这里说 就是因为 他说 你们所钉十字架的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纳人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耶稣复活了 被他有盼望 因为你们说 丁十字架 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 拿撒纳人耶稣基督的名 耶稣复活 盼望的由来 他自己亲眼看到耶稣复活了 死了 竟然可以复活 因为他亲眼看见 死掉的耶稣居然可以复活 而且在他面前出现 而且是在他的面前出现 耶稣和门徒 四十日间歇出现 教导他们天国的道理 耶稣复活了之后 还有四十天的时间 出现跟那个门徒在一起 说天国的道理 所以彼得整个生命颠覆了 所以彼得的生命 就整个都给颠覆了 变成了不同的人 本来是一个亡恩负义 没有意气的人 本来是一个亡恩负义 没有义气的人 变成一个坚定不义 连死都不怕的一个大弟子 变成了一个坚定不义 刚才我说到我的生命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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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以前 我去做一个全道人之前 我是一个高级督察都不做 我当这个全道人以前 我是一个高级督察 如果大家在香港生活内 就知道一个高级督察的收入 连房屋津贴 其实虽然是九笔之八官 不要说很大 但是都不少事情 要是大家在香港生活都知道 当警察的督策 收入跟金铁 都还是蛮OK的 什么令到我去放弃这些 什么让我放弃这些呢 因为耶稣真诸也没有那么真 是因为耶稣是像真诸一样的真 所以我要一生的 成为一个传道 来去告诉别人他是真的 所以我要用奉上我的一生 去当这个全道人 来告诉大家他是真实的 当时我离开警队 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 当时我离开警队的时候 我的亲戚朋友都知道 我连我的亲戚 我的大舅父也知道 我的大舅父跟我说 我的大舅父告诉我 他叫我阿雄 阿雄 你傻了 阿雄 你傻了 他说做牧师 找很多钱的吗 当牧师 会赚很多钱的吗 他当然是知道 做牧师 会赚很多钱的吗 他当然是知道 做牧师 我才是聪明的 在很多人眼中 我是傻 但是 我们说 在天国的里面 可能我是 可能的 我说 可能是最聪明的 在好多人的眼中 可能我 并不聪明 但是在天国 在神的眼里面 可能我还是聪明的 可能 不过我不理会这些 不过我不会理会这些 究竟是聪明 还是蠢 就有人说 是聪明还是笨 就随着人家说吧 但是耶稣是真的 但是耶稣是真的 所以呢 我才会这样做 所以我才会这么做 我们看到的了 圣经里面 这么说的 除他 就是耶稣 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刺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刚才说 上车的盼望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 上车的盼望 这个 都是的 是不是 都是一个 上车的 这个也是一个上车的机会 得救的意思是 能够日后 去天堂的地方 得救是什么意思 就是将来 我们是可以去天堂的地方 这一架车 是一个得救的列车 这一架车 是什么车 是得救的列车 好像这个 高铁 大家有没有搭过 就好像这个高铁 高铁是吗 有多少人搭过 请你举手 有多少人有乘过 也有很多 有一部分没有搭过 南没有搭过 也好 高铁 我刚刚上个月 月头 我就去南京 上海 和北京 去访问一些教会 上一月头 我就去了上海 南京 北京 去访问一些教会 就是我第一次乘高铁 去上海 去南京 我就从南京去 就是我第一次乘高铁 乘搭过也知道 几位舒服 乘搭过也知道 是非常的舒适 但是我们要乘搭的时候 我们要乘搭的时间 我们要乘搭的时间 很短 但是我们的时间 就非常的紧张 虽然它是很方便的 虽然它是非常方便 就是全电子化 你知道国内已经很先进 大家都知道全电子货 哪里需要买票 很先进 就是一个手机已经搞定 不是不用钱买票 就是说 不需要一些实体的票 票 就是说一个手机 就已经全都搞定了 不需要实体的票 但是那次 我们就非常的赶 但那次我们是非常的赶 其实它有很多班车 其实里面是非常的多班列 如果乘搭的时候 一定要搭对那个车 是啊 要搭对那个车 而且是上到车 搭对 然后可以上到那个车 是不是 如果我迟了的话 就上不了车 要是我迟了 我就上不到那辆车 同样 我们要去天堂的话 我们都要搭对车 同样我们要去天堂的时候 我们也要搭对那个车 也都要上到车才行 还有就是要上到车 好了 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的 有一个先知 在公元前 七百多年 他曾经这样讲的 大家一起读好吗 一二三 我们都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都归在他身上 OK 这里讲了 这里耶和华就是上帝 使我们众人的罪业 我们有什么罪业 你说我没有犯法 我有什么罪业 这里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你可能会说我没有犯法呀 但是上帝创造人对人要求很高的 但是上帝创造人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意念 那些都是一些罪来的 我们心里面一些不好的意念 其实也是罪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曼姐》 最近大家有没有看《新闻女王》 是的 没错 《新闻女王》 有没有看《佐治党》 《佐治歌》 《佐治歌》 是的 我想啊 大家为什么这部电视局会突然爆红呢 因为他讲出人的罪性 因为他讲出了人的罪性 是不是 你看到《佐治》 他怎么会抵得《曼姐》这么红呢 大家看到《佐治》 那个男的会嫉妒那个《曼姐》这么红 是不是 他宜得她死了 是不是 他就想她死了 除了最后我抛眼泪之外 除了最后有一爆的眼泪以外 OK 《曼姐》想不想她过她头 《曼姐》呢 她想不想她过她头呢 喂 我带你出身的 我带你出身的 当年是我 我是你师父 我是你师父 你想爬我头 你想要爬过我 说笑好了 说笑好了 是不是 你 阿曼姐就会 他常常这么一个表情 你 你 你 喂 人的罪性 各位 这是人的罪性 各位朋友 你敢说你没有 各位朋友 大家敢说自己没有吗 有没有 当真没有 坦白说 每个人都有 坦白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 所以这里说 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 是吧 上帝 安排他 把我们的罪 归在耶稣身上 所以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耶稣的身上 我们要找数的 是不是 所以耶稣成为代罪羔羊 所以耶稣就成为了我们的代罪高党 为什么耶稣这么吃的东西都做 为什么耶稣这么亏本的事情也会做呢 一个字 一个字 爱 就是因为爱 就是因为 什么叫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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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日后 耶稣再来的时候 天堂那个地方 新天新地 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和我们的 爱的人在那里团聚的地方 就是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 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可以跟我们爱的人 永恒的在里面 那个地方 再没有痛苦 那个地方再没有痛苦 再没有战争 再没有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再没有我们不想要的东西 那个就是 现在一般人所形容的天堂的地方 那个就是我们形容为天堂的地方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是啊 耶稣自己说 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耶稣说 他就是唯一的道路 唯一的真理 唯一的生命 我们要藉着耶稣 我们才能到天堂的地方 我们要藉着耶稣 我们才可以去到天堂的地方 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结束 最后我们以一个故事来结束 跟车有关系 跟车有关系 这个车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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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盼望也盼望不来 可能大家很多 可能大家都很多 大家都很多 无形 无形 OK 这个故事说就是说 有一次有一个人 他睡觉的时候 他做梦 有一次有这么一个人 他睡觉的时候做梦 他做梦 他做梦就看到 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 他做梦的时候 看见有好多人在排队 也有很多这些车在那里排队 看到好多这一类型的车在排队 他就看到有些人去到天使的面前 有好多人去到天使的面前 跟着天使就在头 跟着呢 就邀请他上车 然后呢 天使就点点头 就邀请他上车 有人上了车 那些人上了车 那些人上了车 然后那些车就飞了上天 他见到一个一个人就上了车 就看到呢 一个一个人就上了车 但是了 他见到有些人呢 天使呢 就看到另外一些人呢 那个天使就 行人止步 大家明白了 真的不给咯 咯咯 就不让的意思 越多人咯 咯咯 就拒绝了 也有好多人 好多人都上不了 就是好多人上不到那个车 只有一些人可以上 跟着呢 这个主人翁呢 就问天使 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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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刚才有些人上到车 有些人上不到车的呢 那个主人翁呢 就问那些天使 为什么有一些人可以上到那个车 有一些人又不能呢 跟着天使告诉他 因为有些人选了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那个天使就告诉他 因为那些人选择了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他们上到车 他们就可以上到车 有些人拒绝这个道路 真理生命 有一些人拒绝这个道路 真理生命 所以就上不了了 所以就上不到那个车 当然了 这个道路真理生命是谁 当然了 这个道路 真理生命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刚才耶稣自己自称的 这个就是他自己了 就是耶稣他本尊 他本人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你上了车没有 今天大家上车了没有 今天你上对车了没有 今天大家上对车了没有 还是在车站的门口徘徊 还是还在车站附近在徘徊 我们看到今天信耶稣的人 有明天的盼望 有天堂能够可以日后 可以和自己爱的人重聚的盼望 在天堂可以跟自己爱的人 有重聚的盼望 你呢 你呢 你有没有这份盼望 你有这份盼望吗 今天下来我们想大家去思想一下 我们请我们刚才的敬拜队上来 好的 敬拜队 有一首歌是送给大家的 这首歌叫做 上帝在这里等你 上帝在等你耶稣在等你 等你去相信他 接受他为你的救主 上帝在等你 心愿及你爱及爱我 耶稣在等你 接受真理 经历神的方向 只要立下决心 神愿及你 经历神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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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他的爱 经历神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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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 在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好吗 好 感谢主 举起手 可以放下 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 愿意 紧紧地去 跟随耶稣的 请你举起你的手 好吗 好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好 以下来我想 我想发出第二个邀请 如果在座当中 今天你听了我们的分享 我们的经历 所谓的见证 还有我们的信息 还有最重要的是 知道耶稣是真的 原来在这么多人生命里面 颠覆了很多生命的 我想请你在你的座位上 举起你的手 去相信耶稣 好 感谢耶稣 还有没有第二位 我们给他一些掌声 好吗 好 感谢耶稣 可以举手放下 好 还有哪位 愿意相信耶稣 请你举手 好吗 还有哪位 这里有两位 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 请你举手 好吗 好 感谢耶稣 好 举手 可以请你放下 好 还有哪位 愿意相信耶稣 请你举手 好吗 好 我想 在这里发出第三个邀请 如果在座当中 有带朋友 带亲友来到当中的 你有邀请他来到当中的 你可以 第一间数一二三 你邀请他去相信耶稣 他愿意的 你和他在座位上举起 举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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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我数一二三 你就问他 要不要相信耶稣 愿意的 就举他一起举手 相信耶稣 好吗 一二三 你可以问他 愿意相信这位主吗 愿意相信的 请你和他一起 在座位上举起手 愿意吗 他说耶稣爱他 因为耶稣给我们的盼望就是 我们相信的人 可以日后在天堂那里 我们可以 爱的人一起去重聚 一起去继续的 永远的生活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 还有没有 哪位愿意相信耶稣的 邀请他 邀请他 是的 好坦白说 为什么今天 你的家人又好 朋友要带你来当中 因为他爱你 因为他很想日后 在天堂见到你 他不想日后 你见不到他 或者他见不到你 所以他邀请你来当中 所以我盼望 我们珍惜这个机会 珍惜今天是平安夜的 这么有意义的日子 我们去相信耶稣 还有没有哪位朋友 愿意相信耶稣的 请你举起你的手 好吗 还有没有呢 Himmy 你爸爸愿意相信耶稣吗 Amanda Amanda 你的女儿愿意相信耶稣吗 是的 相信吗 愿意相信的 跟妈妈一起举手 不怕丑的 OK 不需要怕丑的 可以吗 可以吗 好吗 OK 好吗 OK 好 给点掌声 Amanda的女儿 OK 感谢主 好 我想邀请刚才有举手的朋友 和他的家人 一起出来 好吗 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祷 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祷 刚才有举手的 弟兄姊妹 信主的朋友 我们一起出来 OK 有举手的 OK 我们一起为他们祈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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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